这是一个弹簧拉链子的这一个小钱包 那么如果我们在小钱包的上方呢 放上一本书 然后让我们拉着这个钩环的部分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同学你看到什么事呢 钱包被书压着好像拉不动了 这个拉不动的钱包它后面一瞬间 长度到某一个瞬间之后呢 这个小钱包背着厚厚的书会开始移动 但是首先我们来观察的是 在一开始的时候弹簧是有伸长的 那表示钱包它是有受力的啊 可是呢为什么受力了之后 钱包背着书一开始是动不了的呢 这个不动的现象 显然它是达到一种力平衡的状态 弹簧的伸长代表它有受力 那结果还是不动处于力平衡 那我已经知道我有一个拉力的存在啊 那是另外哪一个力量会让这个钱包保持不动的状态呢 这是老师这一节课要教你的东西 感谢汉林电子教科书相关的图片以及影片的资源 这堂课我们要来介绍摩擦力 一辆车子原本静止在那里 好我们现在用好用力好用力的力量去推它推不动 同学在学到力平衡的时候知道 虽然我们有一个推力推它 但是呢它仍然是保持静止的状态 由力平衡的观念呢 它应该是不是在还有别的力量作用给它 好那这个其实最大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个地面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了推力去推车子 可是这个车子从头到尾都还是保持不动 那么显然发生在地面跟轮胎之间 接触面之间有一个阻止物体运动的力 而这个力呢我们就称它是摩擦力 那这个摩擦力是要接触才会发生的 所以摩擦力呢是属于接触力 同样的同学在搬迁教室的时候 当你的抽屉里面都是书 或者是你的书柜里面都装满了书 你很用力的推 失了一个推力推它 结果书柜依然保持不动 一样也是受到了反方向的摩擦力作用 就书柜来看 它原本镜子受到力量作用之后 还是保持镜子属于一种力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此时推力跟摩擦力呢 大小相的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而且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 所以这个原本就镜子的物体 维持原先的镜子状态 所以虽然你有推力 推带一个镜子的物体 这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个反方向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我们称它为镜摩擦力 同学想想 如果你用10公斤重的力量去推它 还是不动 那表示摩擦力就是10公斤重 那如果你20公斤重推它不动 那这时候的镜摩擦力又会是多少呢 当我们在练习在方格子上面做数据的分析 如果我们以横坐标来表示拉力 或者是推力的大小 那重坐标来表示镜摩擦力 那在力平衡的观念在讨论之下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如果你要10公斤重拉或者是推 这个物体保持不动 所以镜摩擦力也是一样的大小 当你用20公斤重去推或是拉它不动 那这个时候的摩擦力就20 如果你用30呢 推拉不动摩擦力就是30 那这个样子看下来镜摩擦力 它并不是一个定值 镜摩擦力它一直跟外力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时候老师要问你了 那如果镜摩擦力永远跟外力跟着一起变大 那不就永远都推不动了 是这样子吗 会是有个极限值 就好比你刚刚看到拉钱包的影片 最后小钱包背着书还是移动了 所以你如果要启动一个物体 你只要克服的那个力量叫做最大镜摩擦力 那么影响最大镜摩擦有哪一些因素呢 这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课题